你終於你 比方說 我當然不能去大陸紅髮啦 目前還不行嘛 就去那邊 也不能講什麼嘛 所以不能去 然後有一些就就怨說 師父不來 我自己當師父就行了 然後我就莫來莫來莫去 人家都逛,都黑掉了 我跟您讲 有一些人是这样 懂不懂 不懂真的修行是什么 连和尚是这样 是不能接受的一种和尚 如果佛在世的时候 就会开除他的 不然会修理他的 没有任何和尚这样做的 听懂不懂 那个是属于那个黑神通那些人 无私那些的 才诅咒人 是吗 哪里的佛教和尚没有人这样做 你有没有看到和尚 一天到晚念诅咒别人 没有啊 他们早上弄早课 晚上弄晚课 对啊 告状这不是和尚的事情 和尚 佛教和尚不会告任何人的 从来我没有听到任何佛教和尚 就是告庄 告天堂 告别人 或是告外面的人 就是修行不好 修坏了 他不是佛教的和尚 最好不要讲出来 破坏佛教和尚的名誉 小的寺庙 不管小大一样 佛教和尚 总来没有人这样做的 你们有没有听过 佛教和尚叫什么福咒的告庄 告天堂 告别人 有没有 没有啊 就度人家 爱人 原谅人而已 总来没有这样子 佛教不会 佛教最讨厌 最静止就是神通 我是那种主义 佛就静止的 总以他开始到 他往生以后 总不会 不会允许人这样做的 这是悟道 不对的 对的 修不对的 没有明示指导 经典也没有读得好 经典读也没有了解 自己用那个和尚的身份 伤害别人 不对 你如果碰到他说 我说他不对的 然后他改善 不然的话 不要说他是佛教的和尚 都破坏佛教的团体 有一些人是这样 我以前也有一个助手 我跟你讲 他连那边太不好了 连开灯也开不出来 他一摸到灯就黑了 我叫他开灯 他开不出来 还是我老人家就跑出来开 他说 师父灯坏掉 我说哪里坏 你坏 哪里灯坏 我自己来才能够开灯的 听懂不懂 碰到什么就坏什么 那边修不好 我不是说 那个人是唯一的这样 不过和尚 佛教和尚 不管是最坏的和尚 也不会这样做的 你会不会把我的佛子带走 你会不会把我的佛子带走 OK啊 对 没办法 因为你在那边 你跑不掉 我也不能忘住什么啦 OK 对不起啦 慢慢来 它会化解 很远啊 两位 一位红色 一位是咖啡色 师父好 等一下你就拿着 其实大陆同学都有个心愿 就希望我们团体能够 在大陆能够合法 所以我们有一些想法 想听听师父的意见 你们去申请吧 如果政府OK 我就OK啦 我无人管你们政府 对对对 我们其实就是想问 因为现在政府也慢慢越来越开明 那去申请吧 对 我们就是能不能够 比如说我们几个人申请 你让政府看看能不能合法 比如说 OK啊 可以啊 可以啊 吃看看吗 好 谢谢师父 谢谢 谢谢 不客气 吃看看嘛 你好 10月4号那天 我们演出一个小合唱 那个时间挺急的 就是没有来得及排练 拆排练了有几次吧 就 完事儿呢 那天上午以为还想要过累呢 所以我们就直接就演出了 演出了呢 会盯到下午晚上的时候 我打坐的时候 打坐的时候 我看到了化身师父 原来是化身师父在台上 给我们那个指挥 让我们唱 很顺利地唱下了 谢谢了 这首跟随您到永远 这一个小合唱 OK 谢谢 谢谢 让我工作 蛮荣幸跟你们一起唱歌 都是这样嘛 如果做不好 也怪师父 做好了 谢谢师父 我没做什么 不怪啊 OK 好 谢谢师父 后面那位男孩子 师父好 我想问两个关于小同修的问题 就是我的宝宝是在三号的时候 跟师父接着半信 然后我觉得他的体验比我好 我很担心 不用担心 丢脸而已啦 就是我是担心 我会是不是会影响他提升 影响他 不会啦 不会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如果说小同修 他如果每天超过半小时的话 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不会啦 OK 然后像我们大人都是有全新的 是有五句可以考给别人的境界 如果说他看到境界的话 他怎么去选择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 没关系啦 有师父嘛 有师父保护他 比方说有一次 就是他在没硬性之前 他就看到我在打坐的时候 他看到有两个 有一个水晶球在我的手上跳来跳去 但是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水晶球是好的还是坏的 我念五句的时候 他不走 最后他还是在我手上跳来跳去 水晶球对他说 原因是因为他站不稳 然后我觉得这个 我不能确定他是好的还是坏的 不会坏的 不会 不会坏的是吧 最后我把他赶走了 没关系吧 你们都是这样啊 怕魔不怕就怕不怕 因为他带了很多跟他一样的 有水晶光亮的众生过来 因为我当时不能确定 有小孩子想讲的事情 我不知道怎么去考 你也有趣嘛 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他上学的问题 因为宝宝现在是六岁半嘛 如果按照正常的教育的话 会在七周岁的时候上小学一年级 而我现在没有这个计划想让他上传统学校 因为现在他自己是在跟着这个教学软件学 学那种汉字 自己现在能够认识 就是日常的汉字能认识一半 嗯 所以我不想 就是我可能希望师傅关于这方面有一些开示 你要我做什么 替你上学 如果说他不上传统学校的话 他自己在家学得很好 是不是可以 可以选择这条路继续走下去 你要上你就上嘛 谁要上水就上 如果情况可以的话 上水没有问题啊 为什么不能上不要呢 因为他现在自己学的 他觉得学的也挺好 也挺快的 如果说按照他现在的进度的话 他可能会在一年到两年之内学完小学所有的这个汉字 他为什么不要上学校 就自己在家学 自己在家里 对 他们现在在家里 自学学得很好 能不能在技术学校里 还是到学校里去住 要在家学 不是要去外面公开学 对 还是要去外面比较好了 专业的老师啊 你在家里一个人学 可以吗 然后可以考试吗 他是这样的 就是 我在网上下载了一些教学软件 他跟着这个教学软件学 就学得很快 好 OK 如果他父母OK 然后能够考试OK就好了 他自己也很喜欢这个方式 因为现在是我一个人带他 所以家里边肯定是没有问题 OK 那你为什么要问我 我想请师父确认一下 这个概念正不正确 有一些人在家 在家里学很多样东西啊 主要就是如果你要考试 要有一个证明书的话 是能够考试就OK了 懂吗? 如果在家里学 如果然后还可以考试 才能还能拿到一个证明书 说OK 不然他浪费时间 然后就去外面不能 外面不能证明你是什么什么人啊 听懂吗? 所以在家里OK 主要就是 是要你要什么 如果你只要知道水问 有一点水问而已 就不用需要一个毕业什么证据的话 那学哪里都OK 在家也可以 去上学也可以 如果你想要毕业的 不是他想要毕业的 然后有一个证明书的 未来要去找工作啊 或是要继续 继续考试 继续有更高的 的话就 就看你能不能就对了 OK? 好的,谢谢师傅 有一些人喜欢在家里学 是也有效的 有一些父母不想让小孩出去 学校外面怕水坏啊 怕被污染啊 都有啦 然后他在家里教自己的小孩 不然的话找老师来教的 也有啦 OK? 看你们要什么 对你们利益就好 Next one 后面 跑 什么两个人都在那里 我想请问一下师傅 就是前段时间 中国大陆政府 它一直有派人跟我们同修接触 然后想让观音法门 在中国合法 其中有一个政府官员 官员直接跟我们同修说 只要我们继续申请的话 我们就可以合法 后来政府想知道我们团体 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 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 因为在中国大陆 所有社团要合法的话 它必须要拥护支持中国共产党 那当时他是有请我们给他们提供一份报告 那我想请问一下师傅 就是说我们团体在中国大陆 对中国共产党应该表达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或者立场 表达什么呢 他们是你们的政府 是应该拥护是对啊 对 当然我们中国大陆的同修 都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 就是说他们想知道世界会 包括师傅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 我没什么态度 我是修行人而已 我没有反对你们的政府 他们有做好的 我也有赞叹了 了解吗 我没有反对任何 那你们政府做得好 有帮助很多国家 有没有 我觉得他们很好 共产不共产 这是名称而已 就是你们自己国家 是当然要尊重你们的国家的法律 尊重你们的政府 不要做任何的对抗就对了 那当然你们的政府 你们要尊重 要一起合作 懂不懂 修行是另外 社会是另外 不管共产或是自由什么 有时候都是名称而已 不一定共产是不好 不一定民主是好 就看政府了 看政府开不开放 开不开朗 我觉得你们政府很好 不然你们怎么能来这里 不管怎么样 还是能来 是吗 已经很好了 你们有温饱 你们有购衣服赚 有工作做 有饭吃 了解吗 就有啊 你看哪个国家都可以去 然后饭菜都可以吃 衣服就温饱的 我们要觉得政府有什么不好 政府好 我已经讲很多好东西 大陆的政府 你们都没看 要规矩嘛 懂吗 对 事有啊 我做好的我就赞叹 不管哪一个政府 了解吗 大陆也好 小陆也好 做好我就赞叹 做不好 我有时候我也会批评 好幾天以前,因為他們都報告說 總統,你們的總統 他叫你們說 我們是信仰的一個國家 有沒有 有信仰的國家 就有信仰佛教 很好很好 那然後他們也推廣那個素食 他們又跟那個猶太的很多好幾個公司 又弄素食給大家吃的 又出產那些素食的 看起來像肉一樣 不過是在那個試驗房那邊弄的 懂不懂? 不是用殺生出來拿 那這樣子好的政府 你們還要什麼政府嗎? 你看 那麼有錢能來看師父 兩、三天也可以來的 懂不懂? 就比如說很自由啊 什麼時候偷偷? 他難道不知道你走哪裡嗎? 什麼偷不偷? 你認為你偷偷而已 政府什麼都知道 亂講 他們現在電腦什麼都聽不懂 你走哪個角落 他就可以把話出來的 沒什麼偷偷的 這個時代有什麼偷偷呢? 這好訴說 我幹你,我的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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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